新北市家禽屠宰场人员发现 疑似感染禽流感的机支土体 不敢大意立即要求三条屠宰线 停止作业8小时进行消毒 也当场将有问题的40支机支土体封存 检验结果证实感染H5亚性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 发现的时候我们看到脚长有出血性的病征 然后它眼帘肿胀等等 当时封存的机支有40支 另外9支送到淡水家序卫生试验所来检验 经昨天检验确定是感染球感 检验确认后新北市洞宝处已经将土体进行销毁 同时向上追查来源 发现是云林县及桃园市的两间机场 已经进行移动管制 回溯是在云林县的水林乡 现场的家庭剩余大概2000多支 现场的状况看起来是健康的 我们已经进行移动管制还有采样送院 目前就是还在检验中 秋冬是禽流感耗发季节 相关单位除了严加防范外 还呼吁业者一定要落实各项消毒工作 农委会则指出目前国内所发现的禽流感病毒 不会传染人但是要提醒民众 禽肉及鸡蛋务必煮熟再吃还要勤洗手 记者综合报导